就是因為我那個朋友找我的關係 我就說那個他去找柴神爺 他跟柴神爺要一個生意禮物 柴神爺就說那你要精油嗎 然後他就說可以啊 他就打電話他就說 他說他有給我可以嗎 結果殊不知他就開始講了一大串的那個所謂的天語 可是聽不出來是精油嗎 他說柴神爺說這個是給你的鈴聽的 然後你的鈴自己會翻譯他 有調出來的話你就跟我講 我在柴神爺在那邊寶貴啊 我就把我那個認識的會調肌肉的人的名字都報過 都寶貴一遍柴神爺說找你啊 電話掛了一遍就想說 那這段生意大概是做不成的 所以我就忘記這件事情了 那後來呢 經過我家那個精油櫃 我就看了一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就 可能已經睡昏了 我就拿了大概十亭精油出來 然後我就放在桌上 但是因為真的睡得很昏 所以我就又爬我從房間睡 我就寶貴我看了 就上次有一堆被我打出來的精油 我就說難道這個是 要給我調柴神精油的嗎 想說好吧那就自己給我調調看好了 聞到味道之後我就覺得 欸好噴 味道打出來的時候 我就可以感覺到他好像海浪那樣子 就是一波一波一波 流過來的那種感覺 後來他收到之後 他就一直都沒有回我啊 然後我自己因為好奇嘛 所以我就想去給他 我就跟他說 請問一下你有拿去給柴神爺 喔有啊我有去啊 我就說那柴神爺等他說 他就說柴神爺說 基本上有90%呢 就是跟他的那個配方呢 我合度是差不多了 我就說那你有問他 差的那百分之十差在哪裡嗎 他就說沒問啊 因為他說這已經有招財的能力 啊這樣就好啦 但是因為我後來又碰到他 想要到最後終於有不住了 我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你回來有去 然後我問柴神爺 缺的是什麼能量嗎 喔有啊我有去啊 講的我完全不懂 他只說缺的那個什麼藍色的能量 我就說我心想喔 德國洋干局 然後我就把我們家那個德國洋干局拿出來 要倒下去 立下去之後呢 我就跟他講一講 他擋出來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還好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變 就當作他試的嘛 到了有一天晚上 很奇妙 就是我明明的是想起來 欸我好像有件事情想要跟朋友聯絡 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 回喜神差的 跳出了另外一個人的對話光來 最後對話進入是一張影片 他傳給我看是說 欸我跟你講喔 最近那個衛生法官要改啊 你那個那個產品的那個標籤標示啊 你要改文章標喔 所以他傳了一張經有的那個標籤的圖畫給我看 因為他隨便 他也是隨機抓的 當下我打開那個畫面的時候 我回想起來 我就整個好像被閃電擊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我為什麼沒有想到 西洋絲草也是藍色的 我就也一樣很掃心的一個經歷進去 我認為他在香吊上面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但是呢 就是我想他可能是在能量作用上 也是不一樣 然後我就 後來換了西洋絲草之後 我就進了那個廟裡面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就把那個金油拿出來給他噴 然後他就拿出來他就在手上一噴 就說欸 長出發財樹耶 不用確認了 都長出發財樹來 那肯定就是這個 由天那來 更為良患